好啦 我們來請教一下 張聖書老師 哪些紫薇命格的人 特別容易遭人誤解 好 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對歡喜冤家 各位好 老師 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命功 滿相似的 你看蘿莉塔 她的命功是太陽跟巨門 對不對 命功 位置太陽巨門 她怎麼那麼多心 對啊 很多 對啊 都排不下去了 你看這個偉智的命功是空功 所以要看罪功 是太陽跟天良 兩個人同樣都有一顆太陽 但是一個是太陽巨門 一個是太陽天良 所以這兩個組合有相同的地方 也有相異的地方 就是太陽這顆星 比較陽光 但是女生加了巨門 事實上比較容易咄咄逼人一點 講話比較強勢 沒錯 男生加了天良 相對是屬於溫柔的男人 所以女生稍微強一點 男生稍微柔一點 其實還滿互補的 但是這兩張命盤 因為相似性很高 其實是很容易當好朋友的 可是如果要當夫妻 意義其實會不太一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題 容易被誤解的命盤 第一個就是太陽 太陽 你們兩個都有太陽 對 剛剛講太陽很陽光 可以陽光的人有的時候不知道 黑暗的地方是怎麼回事 我們都說上一次當學一次乖 對不對 所以所謂的不單純或者單純 都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太陽的人講話很直接 而且會覺得坦蕩蕩 但是記者雨不驚人 死不休 尤其是現在資訊氾濫 標題檔到處都是 他不下標那個記者就沒飯吃 對不對 所以酸民越多 那個記者才會越紅 是 這沒辦法的事情 有些很多假新聞 對 所以很多人喜歡上媒體 上了都才會發覺 原來媒體是這麼回事 可是沒辦法 這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人總是要進入染缸去染一染 才知道原來有多白 所以太陽容易被誤解 而太陽的本身又會很正直 正直人就更受不了 這種被誤解的事情 往往想要去變 但是真理不會越變越明的 這是現在的網路特色 對 我現在已經知道了 對 你只會越變越讓親人跳腳 這是必然的 為什麼 唯恐天下不亂的人很多 所以這基本上來看 兩個都是太陽 兩個都會有被誤解的狀態 是 可是我剛剛講 你們兩個當好朋友是OK的 但是當夫妻有個 最重要的問題了 完蛋了 老師你不能因為我占了你的 聯誼位置 你就這樣子破壞了沒有 沒有 我說 我要告訴你們是什麼 老師是專業的 你們要注意 夫妻的時候 這時候不能互相踩對方 應該要互相幫對方才對 可是你們兩個常常在被誤解 沒錯 這樣對 這就是同命盤的人 兩個都太陽 兩個都喜歡變 兩個都喜歡贏的感覺 得理不饒人 這個要注意 不行 因為當夫妻這樣子的結果 誰要先讓 讓的人就會覺得委屈 覺得倒楣 對 對不對 覺得委屈 更麻煩的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 女生比較強 男生比較柔一點對不對 好了 這時候家長就會更擔心 會讓女生押靈 真的 他家的人都會 他家人之前就跟我講說 覺得我都欺負他這樣子 剛講的就是 家人會擔心 於是就會希望你更MAN一點 更堅持一點 但是他會覺得說 平常很愛我 為什麼某些事情就不愛了 其實不是不愛 這點 是這兩張命盤 一定要去注意的問題 所以太陽會受人誤解 誤解就誤解嗎 So what 我們兩個好就好了 是 可是他們太喜歡解釋了 越解釋 雙方就越容易出毛病 為什麼 說不清楚 台語聽不太懂 這個我聽 真的聽得懂 所以注意了 好 再來 是你 就是你 好容易遭人誤解 太陽跟巨門兩顆星 所以你這張命盤有點委屈 人家都以為你是個大女人 就是心裡面很不一樣 可是你外表感覺 為什麼 因為巨門好辯 對啦 辯論比賽很喜歡 然後 然後什麼 畫出如風 畫出如刀 刀子嘴鬥腐星 是不是很容易被誤解 他講話 腳事情精準 對 而且越生氣講得越快 對 有些話不該講的就 對 那你知道 言者無益聽者有心 尤其是越輕的人 越受不了 為什麼 剛剛講愛情嘛 怎麼可以揉下那個沙子呢 更何況是畫 然後過度解讀畫 你們兩個 因為都是太陽 所以很容易過度解讀 對方的話啦 然後又愛變 又要解釋 腳上最後都忘了 原來在為了什麼事情 哦 腳上最後都是 對啊 事情是什麼都忘了 全都是畫 就開始吵別的東西 所以以後你們就用筆的 都不要講話 或是都傳訊息就好了 對 不過真的 雅蘭剛剛這樣講 對啦 真的要知道什麼時候 閉嘴 請你們又切記這句話 而不是老師張嘴要解釋 因為兩個都想證明自己對嘛 都不喜歡被誤解嘛 但老師你不說公道話 發給記者確實他不對 沒錯 對 你看你又來了 你一定要跟著你對 張文群 我告訴你 為什麼要說公道話 郭忠祐有什麼意義呢 對不對 如果今天你不在 換他來跟我說公道話 我也可以講一堆給他聽 其實是啦 其實是啦 不過他也是要面子的人 他如果沒有那麼要面子 我真的是直接把他罵到一個丑 你真的是有點單純 這個事情是超 我就是犯了好大的大忌 你知道嗎 我知道 可是這就是要開始 真的是很單純 如何對記者嘛 講十次就知道了啦 對 不行啦 一次就已經夠了 對啊 不准講十次 但你不讓他練習 他怎麼會有機會 老師你不要鬧 沒辦法 我不能當聯誼隊長 他們不是講什麼嗎 對啊 我不鬧你誰鬧啊 好 再來再來 第一名 第一名跟你們無關了啦 那是破君 破君心 這顆心就是被誤解的第一名嘛 套一句我們篤靈 年輕時候的那個術語 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 破君就是我行我術啊 我行我術 我怎麼會去在乎別人怎麼看呢 你們兩個排名在他後面 就是你們會在乎別人怎麼看 所以你們太需要解釋了 這就是問題所在 他呢 我被誤解 就被誤解嘛 如何 我根本不屑 你們來了解我 這才叫破君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不是我行我術的人 於是就容易動輒得救 所以你們兩個好朋友喔 可是這種當夫妻之後 反而不能聯手對外 敵人就變很多了 哇 那怎麼辦啊 老師 所以我剛剛不是講過嗎 老師是建議不要結婚是不是 事實的閉嘴 這是你們兩個相處很重要 兩個都是太愛講 問題是求婚的當下很幸福 很完美 那隔天新聞一爆出來 對 就覺得整個就歪樓了 真的 還掀起了你們家室的風波這樣 真的 這個我就非常神奇 他剛剛講說什麼 他求婚只有跟幾個人講 現在其中一個包括記者 好 她居然主動先去跟進 是妳放的 我還想的是誰放的 所以那時候新聞出來 我有嚇到 我想說因為那些新聞 我跟大家一樣 都是人家傳給我才看到 然後一看裡面 整篇都在介紹說 他們家多好多好 然後他多好多好 可是那整篇的內容 都是我不知道 就是他說什麼 他們家很有錢 我不知道啊 因為好像平常出來 都是很愛走路跟搭公車 然後也不會 對 就是我就 然後我就想說 這什麼東西啊 然後我整篇都不知道 但同時我再打開我的IG跟臉書 我已經被網友灌爆說 你這個拜金女 你就是看人家前結婚 然後就是都講得很誇 很過分什麼 一定會離婚的啦 你絕對不幸福 我沒想到會有這樣子的 我就沒有想到說 他怎麼會自己去跟記者爆料 那你為什麼會想到 跟記者爆你要結婚 其實是因為我前面要求婚的時候 我問了很多人 包含我們 你剛剛還說只問了三個 金浩銘就很多人 我把計畫講出去的 我只要講三個左右 然後呢 但是問題是 我把說我要求婚這件事情 我跟很多人講了 因為我那時候也不敢去 我也不敢拿她的手去量她的指揮 所以我也 好 所以你這朋友裡面 包含了記者嘛 後來不知道什麼 就傳到記者那邊了 所以是記者主動打電話問 對 直接主動打電話 那你認識這個記者嗎 之前他有採訪過我一次 那你就... 所以在求婚之前 你就已經讓他知道說 你當天要求婚了 對 我就跟他... 因為他有問我說 我聽說你是不是要跟蘿莉塔求婚 我說對... 那你要不要把細節跟我講一下 我們這樣子好好寫稿 所以你是帶著喜悅的心情 想說要分享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演藝圈記者的險惡 真的 因為那整篇出來 我不管他講了什麼 標題就是寫說 蘿莉塔嫁給富三代 然後這個標題 所有網友看到 就是整個大誤會 而且那標題一出來 我真的也很難做人 第一個我被罵爆 第二個真的有人誤會說 我嫁給很有錢的人 來跟我借錢 然後我就很尷尬 所以我那時候也很生氣 是新聞內容出來 你沒有告訴我 再來你講的這些全部的內容 都是我不知道的 如果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要去回什麼東西 就是我是跟民眾一樣 看到新聞想說 這是什麼 在寫我 但我都不知道 然後我又被罵爆 然後我去問他的時候 就是他那時候一開始的態度 我也覺得有點生氣 因為他那時候態度是說 我想說你們這樣子 幫你做這個新聞 對你的形象很好 好的命啊 我沒有這樣說 我不是這樣說 我只是說 我只是跟他解釋說 我當時跟那個記者 講這件事情 我當時的想法 我是吵著就是 你是很單純的 就是想說 你不曉得事情會變這樣 對 我不曉得事情會變這樣 你真的很笨 真的 你總是誰要跟他上來 他會處理啊 就是他都沒有告訴我 然後我是不知道 然後我還被罵爆 說你媽也罵你 對啊 我媽也不開心 所以你負三代的事情 因為都是爸爸那邊的 對啊 而且就是其實 我們爸媽其實很小的時候 就有禮異了 對啊 然後都是我媽媽一個人 把我養大的 所以你提這個 你幹嘛跟記者講的 不是你罵是 卻講的 對啊 因為他那時候 他那時候就 就是可能之前就問過我的時候 他單純啊 真的記者想知道什麼 就會問過你 他已經年紀也很大了 都要四十歲了 哪裡設施衛生 蘆莉塔老公 家族的錢 當年 過去家族的錢 多到可以把半個香港買下來 我跟你們說 這件事情 我被笑到一個不行 到底是什麼 你自己講啦 說他是富山代爺爺 那一代是華僑銀行的大股東 你的家裡很有錢 聽說我爸可以把 半個香港買下來 只不過爸媽離婚後 戴志偉沒有繼承爸爸的遺產 因為他講得那麼誇張 講說他買得起半個香港 我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被香港的網友罵爆了 他們說你被騙了 你真的很丟臉 你怎麼可能 你以為香港這麼便宜 然後都來罵我 然後我就想說 可是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有這個新聞 為什麼要罵我 你真的很呆 你真的很呆 設施衛生嘛 真的啊 他四十歲了 天啊 看起來會這樣 等一下 所以你看他有多單純 我們先來聽聽網友 太毒的我不唸 這個網友說 這個牛皮 連李嘉誠都不敢這麼吹 對不對 還有說 接下來說 首富也買不起半個香港 真會吹牛 沒有 不是 我根本沒有這樣 我沒有這樣子直接 這個其實就是 記者只是問說 我們之前 我們爸爸那邊 是做什麼的 然後我就跟他 我也是跟他講說 那是這樣子 然後其實意思是說 我們其實我爺爺那一代 其實他們是有 也有一些海運類的 那其實在港口附近 有很多地 我只是這樣子形容而已 但並沒有說什麼 半個香港 對 太誇張了 就是 對 然後就變成一個 誤解這樣下來了 對啊 所以就是 不要再看了啦 這個讓我 是不是有被罵爆了 我跟你講 這個記者幫你下標 我嚇到 這所有的酸紋 全部跑出來 都跳出來 是吧 然後我的臉書 也被罵爆 其實不要說我媽媽 就是很久沒有聯絡的 就是父親那一邊的人 叔叔伯伯 他們其實也有看到這個新聞 然後就也有 稍微的訊息我一下 然後說 不是要斷關係嗎 怎麼現在又扯上來了 然後我心想到 這不是我想要的東西 對啊 所以從這個事情 你知不知道就是演藝圈 不是你以為的這樣 去面對 那以後是不是要交給他就好 發言人 對 我現在有一個公司 我就不會再做 任何的一些表態 不過其實也就是他單純 他真的很單純 幫你追密碼詳情請上 點數官方粉絲團